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超哉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热门产品分析 那么我们今天的选择的话题 是新闻资讯类热门APP的产品分析 那么新闻资讯类的这种APP呢 其实我们并不陌生 那么在有移动互联网之前 那么移动这个新闻资讯 其实是整个PC互联网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很多公司都是因为在网上传播资讯起家的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四大门务网站 新浪、搜狐、腾讯、网易 那么这些公司呢都是在PC时代 通过传播资讯 然后来获取巨大的流量和广告收入的 那么进入到了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那么这种互联网新闻资讯的行业 你有哪些变化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本次课的课程目标 那么第一个是希望大家可以认识 互联网新闻资讯行业的发展现状 那么第二个 希望大家可以学会分析 搜狐新闻、腾讯新闻、网易新闻、今日头条 等热门的这些产品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前沿部分 我们说说到新闻 其实大家并无陌生 那么移动新闻客户端 其实也是在传统的门户和传统纸媒 等PC时代演变而来的 所以说现在移动互联网这种新闻客户端 其实算是一个二代的产品 那么它带有传统门户 用户获取最新资讯 了解一些信息的基本需求 那么这些基本需求呢 都是在PC时代就已经有的 但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那么移动设备得到了这种普及 那么用户的需求也会变得增多 那么用户的这种使用场景的场景化 还有多样化 那么就成为了用户的更多的需求 那么总体来说 目前新闻客户端 目前来说是分三类 那么第一类 就是传统门户为主的 移动新闻客户端 那么这类新闻客户端呢 就是以新浪啊 搜狐啊 网易啊 腾讯啊 这类新闻客户端为主 那么第二类呢 是聚合类的新闻客户端 比如像扎克啊 鲜果啊 百度新闻啊 等等 那么传统报纸和媒体推出的客户端啊 这个大家可能用的相对少一些 但其实也是有的 比如说 那个人民日报也有自己的客户端 新京报也有自己的客户端 环球日报也有自己的客户端 南庄可能也有自己的客户端 那么个性化的订阅 碎片化 场景化 内容聚合的这种形式 都成为了移动互联网新闻客户端的一些未来的新的发展趋势 那么我们再详细了解一下 所谓的互联网门户新闻客户端 他的代表刚才已经说了 基本来说就是四大门户网站 那么 这为什么 这种互联网门户的网站 他做的新闻客户端比较受欢迎呢 其实源于他有一些行业的优势 在PC时代 他们就是领先者 那么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他们也是最早 进入手机新闻客户端这个市场里面 所以说他们有很多这种先发优势和行业优势 那么第二个就是得利于这些互联网 都是老牌的这种互联网或互联网公司 那么他的这种网络技术的实力 互联网信息媒体的这种传播速度和发布 包括运营 都有着非常深厚的积累 有一句话嘛 就是新浪主要靠的是运营 主要靠的是媒体 那么像这种互联网的门户网站 都有着大量的技术背景 还有传播背景 运营的一些经验 这个都是其他公司无法具备的 那么再看第二类 第二类是传统媒体的新闻客段 比如说像环球时报 IT时代周刊 人民日报等等 他们也推出了自己的新闻客段 但是他们推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他们推出的是尝试的态度 那么尝试的效果呢 目前来看表现的都不是特别好 如果你不是这个报纸的铁杆粉丝 可能你很难去做到下载一个他的客户端 那么尤其是在于那些门户的客户端 新闻客户端也推出了订阅功能 那么这个订阅功能里面就包含了很多传统媒体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呢 既给了传统的这些新闻媒体一些平台 但同时也扼杀了他们直接推出这种新闻客户端的这种念想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类的产品 那么第三类的产品呢 叫做聚合类的这种新闻客户端 那么他的代表产品是 近日头条 百度新闻 西安果和扎克等等 那么这类的这个新闻客户端 那么用户和他用户看到他的时候 和其他的产品不太一样 可能用户在看新浪搜狐网易的时候 那基本看到的都是新浪搜狐网易 自己家的东西 但是聚合类的这类新闻客户端呢 其实是这些公司他自己本身不生产内容 比如说像百度 近日头条 他自己没有这类的这种采编的这种网站 甚至连编辑可能都很少 那么他们并不自己身上内容 而是通过技术手段 去整合 去挖掘 去搜索 互联网庞大的这种新闻资讯 为用户的精准的去推荐自己的新闻 那么这类网站的特点也是在于 首先说资源他比较丰富 因为他整合了各路各家的这种新闻资源 第二个呢 就是他可以做到贴心的推荐和高度的这种个性化定制 那么既然你做不到独家 那么只能做一做精准 那么这种精准的推送 推荐 是这种聚合类新闻客户端的主要的特色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互联网 新闻资讯行业的发展现状 那么我们看一看 据这个医官智库发布的14年12月份 移动APP前200的这个旁盘里面 比较惊人的一点就是在于在前20位的应用里面 那么新闻客户端占据了三席 这个比例呢 其实是非常大的 入围的有哪三家呢 分别是腾讯搜狐和金日头条 那么可见的这一市场还是比较庞大的 而且呢也符合现在用户使用的这种习惯 那么据比达咨询呢 他的数据中心最新监测的数据 也是到2014年的12月底 那么整个中国智能手机用户达到了8.3个亿 那么新闻的新闻APP 那么他在中国智能手机用户当中的渗透率呢 是59.6% 接近60% 用户规模呢已经达到了4.95亿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只要你有智能手机 那么60%的人都装了新闻类的客户端 也就是说新闻客户端在逐渐的成为一个大家 手机当中必装的一款APP 当然你可能装的 不知道是里面的哪一家 但总体来说呢 新闻类的APP已经成为了用户手机里面 必装的一传软权之一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 14年第四季度 14年第四季度 新闻客户端在智能手机用户当中的渗透率 大家可以看到 这四个季度的这个趋势 大家看可能第一季度的才52.9 刚刚过半 但是到了Q4第四季度已经接近60%了 也是在每个季度逐年的这种平稳的上涨趋势 从这种发展趋势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那么结合到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些参与者 参与者 我们看看那个他们的各自的市场份额 我们先从03年的时候开始 03年的时候大家看领先的是谁 领先的是搜狐 搜狐占了31.8% 第二名是谁 第二名是网易 网易是18% 那么这个时候呢 腾讯排到了第三位 今时头条呢 那位置并不是很好 很显然在13年的时候 还是传统的新闻门户类的网站 它占据了比较靠前的位置 尤其是搜狐和网易 他们的市场份额是非常高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 那么2013年 中国手机新库的活跃用户的分布 我们看 那么搜狐还是活跃度最高的 那么腾讯和网易分别位列二三位 那么今时头条的这个活跃呢 还没有那么高 因为13年今时头条还没有那么火 好 我们再看一个最新点的数据 那么2014年 中国主流的新闻客户端 活跃用户数的这种渗透率 大家可以看 那么这个渗透率呢 是指的是各新闻客户端的这个用户 占据所有新闻客户端 活跃用户数的总数的比例 当然一个用户可能同时在多个APP中活跃 在这种活跃用户的占比上 第一名2014年第四季度 搜狐还是保持到了低位 那么腾讯已经排到了第二位 第三位是网易 但这时候我们看 指的是头条已经上升到了这个第四位 从这里能看出来现在这种趋势 好 我们再看一个数据 因为大家都不同的这种渠道 可能挖来的数据也不太一样 我们再看2015年 2015年 各大新闻客户端 在主要的安卓市场里面 他们的下载量 我们看最高的 都是这个蓝色的这个猪状图 这个蓝色的猪状图是谁呢 是腾讯 也就是说从现在来看 2015年来看 那么腾讯的势头非常的猛 当然这个也和微信啊 这种巨大的这种超级APP的流量相关 那么第二名 大家看第二名 第二名呢已经开始有这个黄这个黄色的了 黄色就是金属头条 金属头条的比例又在上升 又在上升 那么网易和搜狐也是相差的并不大的 但是总体来说 这四家还是现在市场上主要的这种参与者 他们占据了整体的份额 那么我们从13年到15年 这个大约两年半的数据来看 那么腾讯新闻在这两年的下载量 其实有了大幅度的这种提升了 几乎和搜狐新闻已经不相上下了 甚至在某些数据上已经超越了搜狐新闻 成为了这个领域的老大 而金属头条呢 这种聚合类的这种新扣端 它的下载份额也在逐年的上升 但是如果从整体的这种行业背景来看 金属头条的这种占据份额 它代表了聚合类的新扣端 整体的份额还是没有门户网站 依靠自己背后强大的公司背景 和巨大的流量 占的市场份额大 这是整体的发展情况 这是整体的发展